喝牛奶能降血糖 糖尿病配方奶粉能降低血糖 哈喽大家好 我是花生 我是一名药剂师 牛奶里含有乳糖 乳糖被身体消化后会形成葡萄糖和半乳糖 这个转换也会提供身体能量 有研究指出牛奶可增强餐后胰岛素的反应 和降低餐后血糖值的波动 但是牛奶本身也有糖分 是会提升血糖的 一杯UHT鲜奶含有15克的碳水化物 这些15克的碳水化物相等于是半碗饭 糖尿病的人一定要注意碳水化物的摄取 比如说你的晚餐 你计划最多的碳水化物是45克 一杯鲜奶就占了15克的碳水化物 那你就只剩下30克碳水化物的空间 我不是说牛奶不好 只是凡是任何的食物或饮料都要适量 牛奶其实拥有丰富的蛋白质来帮助肌肉生长和修复肌肉 牛奶也有很高的钙质来巩固我们的骨骼 还有一个小知识要告诉大家 牛奶的脂肪越高 碳水化物就越低 比如说全脂牛奶的脂肪高 所以碳水化物就低 低脂牛奶的脂肪低 但是碳水化物就高 糖尿病配方奶粉也是有糖分的 所以它不能当作是一种降血糖的奶粉 如果今天你血糖很高的话 你还是要去看医生的 这个糖尿病配方奶粉可以当作是代餐 以取代那些不良的饮食习惯 比如说早餐 你时常都会喝melot 3-in-1的人 那你可以利用这个奶粉来取代那个melot 以避免血糖不受控 毕竟糖尿病配方奶粉的含糖量是比较低的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点赞和分享 还有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